德系BBA是国内市场公认的豪华品牌 出众的品质感 可靠性 燃油性 凸显了强大的德系工匠精神 从而畅销国内市场这么多年 消费者对他们的认可度 没有哪个品牌能够撼动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 奥迪的魅力是最难以抗拒的 浓重的科技光环 让年轻人对奥迪充满无限想象 而奥迪每一次对未来科技的精彩演绎 也给年轻人惊喜不断 关键获得这些科技配置的成本相对不算高 比如奥迪带来的全新车型Q4 E-TRO 奥迪放低身价29万多 比保时捷漂亮 313马力四驱 要啥奔驰这要币 如果说你对A6L A8L的三瓶座舱的科技魅力所折服 那么这款Q4 E-TRO的科技感 丝毫不弱于A6L 因为它是源自大众专为电动车 而研发的MEB模块化平台下的车型 在智能化方面将会带来全新的智能交互体验 并且从外观内饰 自驾系统再到电池管理 所体现出的智能化水准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是对科技奥迪的最有利体现 而这款车的售价却仅有29.99万至37.71万 以奥迪强大的品牌影响力来看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款车具体如何呢 说之前还请各位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款主打年轻智能的纯电动SUV 在颜值的打造上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 从整体的感官到细节的把控 都能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特别是酷似奥迪Q8的前脸设计 经典的八边性封闭式中望 与矩阵式数字化大灯组的结合 凶悍霸气的视觉效果 极具视觉冲击力 甚至在奥迪Q8之上 贯穿以下方的镀鸽装饰 连接了两侧夸张的扩散器造型 为整车的年轻用动气息加分不少 但侧身的时尚感丝毫不压于前脸 整个流线型的车体呈现低爬姿态 搭配短旋长轴式车身比例 展现的非常年轻用动 贯穿式的尾灯组 呈电流流动式点亮效果 让纯电充心充满仪式感 酷炫的外观之下 少不了时尚的内饰氛围 但这套科幻新建座套设计 确实让奥迪的科技感达到了新高度 不规则式的中控台上 搭配了10.25英寸的奥迪虚拟座舱增强版 和11.6英寸MMI触摸品 给人的感觉仿佛置身于 星际战舰座舱之中 细节处的镀骨 烤旗 三毛皮 以及A8L后尺同款的豪华横粉工艺 并搭配了30x30环境氛围的 让内饰极具质感 智能化方面 最新的奥迪Connect交互系统 支持23个APP流畅运行 具有智能语音控制 手机互联 540度全景影像 底盘透视等功能 为日常出行增添了更多趣味性 此外 基于M1B纯电平台赋能 让Q4E2具备了纯电大脑的 E3智能电器架构 在整车20个高杆质元件的协同下 实现了多达13项驾驶辅助功能 为消费者带来了智能 安全的纯电出行体验 宽敞的大空间 也让M1B平台的优势凸显出来了 因为它可以将前后轮无线接近车身两端 所以在整车尺寸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可以把轴距做到最大 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可达4588 1865 1626毫米 轴距达到了2765毫米 所以媲美中型SUV大空间 腿部 头部空间非常充裕 还能拥有520升到1490升容量的 中型SUV后备箱空间 放到后排完全纯平 可供两个人平躺 舒适性 便利性方面相当有优势 在大家关心的动力方面 这款车提供了后驱单电机 和前后双电机两种版本 最大功率分别可达204马力 313马力 对注重经济性的消费者来说 后驱单电机就是不错的选择 8.4秒的加速性能一点都不弱 满载的情况下 加速也足够轻盈 而且续航更长 全系标配了同级最大的84.8千瓦时电池组 CLTC工况下续航可达605公里 算是同级较高水准 追求性能的话 可以选择双电机版本 0.8加速仅需6.8秒 还具有电动四驱 CLTC工况下续航为543公里 关键 它的百公里耗电量仅有16.1千瓦时 一公里仅需8分钱 电池包采用了六横移动加强结构 堪称地表最强电池包 安全标准超越国标11倍 确保了8年电池寿命大于70% 在智能BMS能量管理的精准管理下 眼前的数字就是能够抵达的远方 让续航里程随时掌控 可以预见的是 奥迪在未来的新能源市场 还是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毕竟从全新的MEB平台 全新的车型Q4一种身上 我们看到了传统大厂的优势 在三电系统 智能化 可抗性方面做得更加均衡 更符合大多家庭的用车场景 而不像造车新智力那般成为噱头 这也是当下新能源市场传统大厂 与新智力之间的差异 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 该选择品质可靠 经验丰富的百年大厂 还是造车新智力呢 我想答案已经一目了人了 那么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点赞关注 我们评论区见 点赞关注